在14日进行的U20女卒世界杯小组最后一轮比赛中,中国女卒在先进一球的情况下,本尼日利亚女卒在最后时刻打进一球将比分半平,最终两队战成1比1平。 小组在三轮战法,中国女卒因为比对手少一个竞胜球,最终遗憾的提前告别世界杯,上半场比赛,中国女卒在扛过对手一阵攻势后控制住局面。 第四十一分钟,张宁连接到智杰的传球为中国女卒打破检局,随后,中国女卒继续加强攻势,希望成胜追击。 不过,由于门前把握机会能力不足,中国女卒迟迟为能扩大圣火,而在比赛进入到最后阶段,中国女卒姑娘体力不支,而对方则趁势发起反攻。 第八十二分钟,沈梦宇在与对方十四号球员的身体对抗中倒地,才怕吹罚对方犯规。 我们看到,尽管身体力量远不如对手,但是沈梦宇在防守的过程中仍然全力阻止对方拿球,为此他不惜付诸受伤的代价,仅仅不到一分钟。 尼日利亚女卒发动攻势,对方球员在进入中国队禁区后,与初级的门将徐欢相撞,徐华在将球员稳抱住后随即倒地,之后,他抱着自己受伤的大腿一直躺在草地上,看起来非常痛苦。 而在徐华受伤之前,我们看到杨倩也在与对方球员的身体接触中受伤倒地,随后,他在队医的搀扶下一缺一拐地走到场下治疗,看起来伤势也很严重。 幸运的是,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后,沈梦宇,徐欢和杨,倩三人又重新回到了场上,而现场的球尼对他们也给予了热烈的掌声, 也许是因为伤病导致中国女族在最后时刻注意力不集中,伤情不是最后时刻,因日利亚女族打进绝杀条将比分扳平,中国女族最终还恨出局,无缘八强,对于中国女族而言, 他们实在不能接受以这样突然死亡的方式告别世界杯,因为为了出现,他们今晚已经拼尽全力,甚至还付出了受伤的代价, 可惜吃的最后输给了运气,当然,就女族姑娘们这次在世界杯的表现而言, 他们已经足够出色,为了胜利拼尽一切的他们仍不愧中国足球最大骄傲,未来,请你们继续加油。 大家希望等会!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